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 也造成了弱势族群的状况是更加急迫 花莲县妇女成长协会得知了师亲儿基金会 为了帮助弱势家庭筹募生活及难救助金 以及9月份开学后的助学金 特别号召了会员 募得了爱心款项16万元 7月6号捐赠给师亲儿福利基金会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6号上午带着一个大红包 还有先元张美惠服务处准备的一批民生物资 来到了师亲儿福利基金会花莲服务处 把会员们的爱心捐款送到弱势家庭手中 在师亲儿基金会的花莲服务处 他们所关心的这些家庭的个案当中 就有非常多的家庭是遭遇到 家庭就是他本来就已经是很困苦的 那他们生活上又遇到困难 甚至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讯息 就是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得知这个讯息 那除了提拨这个公益预算 我们也在这个会员跟顾问 来发起这个募款跟乐捐 就大家可能一千三千五千六千 这样子一起来齐心 那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 筹募到有51笔的捐款 都是会员跟顾问一起来 那再加上我们协会的预算 我们能够今天特别把这个16万元的善款 一起来捐助给 试青儿福利基金会花莲班师处 那会照顾到42个这个家庭 来自全花莲县有花莲市到妇里都有 这次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募得的16万元将帮助42位试青学子 其中最紧急需要帮助的学生 县员张美惠还另外赠送一大包的生活物资 试青儿福利基金会表示 除了现阶段急难救助 还要募集9月份开学时 这一些试青儿他们的助学金 目前还有40多万的资金缺口 希望社会善心人士能够多加帮忙 却主会善心报道